晚上九點多 圓景巡邏到一半 發現可以車輛趕快爬逃 攔車 敲了窗戶 駕駛卻遲遲不肯下車 雙方僵持了好一下 突然油門一踩 加速逃逸 當下狀況十分危急 圓景直接煉開兩槍喝足 但駕駛根本沒在怕 繼續往前中突然失控 衝撞路邊 電線杆攔腰斷層 兩劫現場亂成一團 警方看準時間將人從車內拉出來 事發地點就在宜蘭原山腔 和宜蘭市交會處 21號晚上9點30分左右 證明34歲的零星駕駛 遇到警方的時候 車頭保險稿明顯撞擊痕跡 才會上前關心 結果他酒駕上路經檢測 酒測值高達1.09明顯超標 調查後 零星駕駛多項前科 包含毒品切到最嫌 這回酒駕上路被抓 依照公共危險罪送辦 過程中把電線杆給撞壞台電 將對他提出糗床 TVS新聞簡大城王思淳 宜蘭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電線杆給撞壞台電線杆給撞壞台電線杆給撞壞台電線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